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3月14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两会前夕体制内媒体财新传媒 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 蒋洪表示 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观点 能够通过媒体展现出来 很快这篇文章 就被当局以含有非法内容为理由删除 而财新网的两篇后续报道也相继被删 中国的新闻审查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什么人在对媒体进行管控和审查 另外中国国家通讯社的一名记者 上个星期通过个人博客发表公开信 批评中国网络主管部门 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 粗暴践踏公民基本权力 侵犯公民言论自由 新华社记者周芳的这封信 是否说明中共党内围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已经陷入一场意识形态之战 这场征战是否会导致中共宣传主导部门 乃至高层本身发生变化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 讨论开始以前首先请评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评章 好的谢谢保身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美国总统参选人们正在为五个大州星期二的初选做准备 与此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 由于其竞选集会上出现暴力而受到指责 对川普的对手们而言 佛罗里达州 俄亥俄州 伊尼诺伊州 密苏里州 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初选特别重要 他们力图阻止川普取得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 川普否认自己的竞选活动触发了暴力 他星期日在伊尼诺伊州城市布鲁明顿对支持者们说 他要的是和平而不是麻烦 在星期二即将举行初选的几个州的竞选集会上 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打斗和推荡 几名抗议者被当场逮捕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 在日内瓦开始新一轮和谈时警告说 除谈判外 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回到 比我们目前看到的还要更严重的战争 德米斯图拉在与叙利亚政府代表会谈之前表示 叙利亚的未来应该由叙利亚人民决定 联合国必须帮助他们 他说 按照计划 叙利亚冲突各方进行约10天的间接会谈 然后休会 4月初开始再举行两轮会谈 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 决定合作把一艘太空船送到火星 火星跟踪气体轨道器 星期一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 由质子火箭发射升空 预计这次火星之旅将需要7个月的时间 在飞行4亿9700万公里后 于10月抵达这颗红色的星球 欧洲航天局说 这次任务的目的是确定火星是否是活的 因此寻求这次任务将寻求解开火星上 甲烷气体来源之谜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两会前夕有影响力的体制内传媒 财新传媒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 被访者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观点 能够通过媒体展现出来 很快 这篇文章却被当局以含有非法内容为理由删除 而财新网有关删除之事的两篇后继报道也相继被删 无独有偶被视为御用暴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也在微博中呼吁政府各部门给犀利问题更多空间 此外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两会期间下发的21条禁令 近日也在网上广为流传美女 雾霾 宗教 股市等敏感话题全部列入其中 那么中国的新闻审查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什么人在对媒体进行管控和审查 今天是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您对财新网的这几篇报道受到删除的看法 张立凡先生 好 我们现在试一试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 请您来介绍一下财新网的这几篇文章 被删除的来因和前因后果 真实的情况我们当年并不清楚 这个里面也许涉及到财新网 因为财新网在一定程度上是中纪委的一个延伸 财新网之所以能够比一般媒体勇敢一些 并不是因为胡书立或者是其他某一个人更有权力或者更赢感 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更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 那我们都知道财新网的其中一个势力就是这个王岐山 那么当然王岐山现在跟这个中纪部正在进行这个争斗 因为这个中纪委判除了审许总来对这个中纪部进行调查 那么中纪部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 反制的措施一个是制造了人质强事件 现在就是又来开始来牵制这个胡书立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背景 但是这种背景不是在关键的 关键的是这个不让人民知道真相 压制媒体的这种自由的这个报道 或者是揭露某一些真相的报道 这是中共的一贯的作风 而且越来越凝重 之所以越来越感觉到凝重 是人们对这个不满的状况越来越多 而不是说江泽民10号或者胡锦涛时代 或者是郑江泽民10号比现在更开放 其实也不是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开放到一等什么程度 就是说现在明治已经开了 老百姓都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爆啊 当然对我来讲 我是在海外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在财新这个文章也没什么兴趣 因为为什么没什么兴趣呢 你说要让这个媒体去自由报道 这个两会这本来就很荒谬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个两会这个代表 本来就是莫名其妙选出来的 谁选了人民代表啊 对吧 那个什么政协委员就更荒谬嘛 就是你以为的名气 什么体育明星呢 或者拍了一个什么电影呢 或者是得了一个什么奖呢 你就是政协委员 那又纯少是一个贵作俱乐部 对吧 那些人就是这个这个都是在羞辱他们的前进 其实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呢 对于每一个这个在军业领域里面 所得到的人的一个表面上是一个人肉 人药 但实际上是一种羞辱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政治的符号 你即使就是成为了中共政治的这么一种独裁统治 专制统治的一个帮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位成为政协委员的人物 我都会为他们感觉到羞耻 不管是他是这个体育明星 还是这个电影语员 或者是一个什么族家 得了什么奖的 这个其实都是都是胡扯的 这是老百姓都很清楚 就他们讲什么东西 能讲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即使开放他们 他们敢讲吗 他们批评要政府 他们下一次不是政协委员了 所以他们必须是成为这个专制的一部分 成为这个无耻的一部分 他们才会得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政协委员 人民代表就更不易说嘛 大部分的人民代表都是那种退下来的 官员给你说再延长一场待遇 对不对 比如说刘远 从这个军队里面退下来了 就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人大 什么一个军队委员的副主任委员 其实都是这样的 什么省委书记啊 只要你不被他抓起来了 一般来讲呢 还给你一个延长五年的这个政治生命 这五成的政治生命就跑到人大来延长了 就是人大变成了一个养老院 或者是一个政治的这个未养举论部 未养举论部 就是这种东西 他能讲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曾根本上 赋予这个新闻的这个 独立的自由报道的权利 如果在法律上不能给予这个保障 或者说法律上禁止 这个强制部门去侵犯这个权利 或者说人民代表不通过正常的这个公开的选举 政策委员不通过这个城市的选举 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直播的这个变改 对中国性的这种实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像任志强去指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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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党媒 不应该信党 其实这个党媒什么时候就信过人民了 陈来就没有信过人民嘛 陈来就是这个信党的嘛 所以从一本意义来讲 任志强这个讲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他讲的其实反而 他不如这个习近平来得那么正常 习近平说我们党媒就是信党 这个倒是讲了一个真话 这个任志强反而说 你这个这个这个不应该信党 应该信人民 这个反而有点交情 对不对 其实反而不是那么糊糊事实 那为什么人民现在还要来支持了这个蒋宏 或者是支持了这个任志强呢 就是你删这个帖子就引起震怒 因为正好人们大家都有火 对吧 大家都是被你们删的太厉害了 早就已经看不惯你们这一套 比如任志强 大家本对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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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地上其实本来也是传过的一部分 对吧 但是你他发出的这种声音 毕竟比你这种僵化的 这种这种意识形态的声音 要可爱多了 原来你这个时候把它封掉 所以大家全部都站在了人志强这一边 所以这种拉锯战 是中国正确生态的一种混乱的一个表现 并不是说 另外一半就一定会正常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真正的正常就是说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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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根本就不应该这么深层 对吧 你就应该人民有有这个自由办媒体的这个权利 对吧 而不是说你这个媒体一下子又信党 一下子信人民 才能不相信你信人民 对不对 也不是今天 对吧 就是你今天说你本来就当 这当妓女当了一辈子了 你投影挂了一个耙子说 我是妓女 其实本来其实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认识的时候说你不是妓女 其实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好 张立凡先生正向何平先生刚才所谈的 实际上财新网他在报道这个蒋宏教授的时候 蒋宏教授并没有说什么 一般人看来有超过中共这个宣传底线的这么一个说法 他只不过是呼吁要让政协委员的声音通过媒体来报道当中去 即使这样第一篇文章也遭到了封杀 然后财新网又对蒋宏教授进行采访 蒋宏教授表示我并没有说什么说个的话 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又被删去了 在您看来中共现在的新闻审查制度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像这一类的新闻审查 其实就是可能高层的他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所以呢他定一个框架 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谈 那么现在流传的有的说是进了12个话题 有的说是进了21个话题 那么到底是多少个我现在也搞不清 总之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是一开两会我以前就讲过 我说两会就是国家挥架 每到这个两会期间就像这个女人来月经一样 就是高度紧张 就是这个所有的不自信都在这一刻表现出来 但是呢从表面上来讲嘛 还是要什么提倡大家讲真话 你看这一次这个任志强事件之后 那么政协主席余振生也是表示要大家讲真话 那么这个甚至于我们这个最高领导人 他在工商界的这个座谈的时候 他也谈到这个观点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舆论的管理部门 宣传部门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种惯性 这种惯性就是他们的工作习惯 那么他也不管你高层领导是怎么说 他只是就是论事 就是说这片东西我觉得有风险 那我就把它删了 把它屏蔽了 为什么呢 这样屏蔽了的话 反正我是这个宁可错杀一天 不能犯过一个 因为犯过一个 这就是我的责任事故 所以现在就是一群小官僚 在那控制言论 他们也没有什么基本的什么 多么高的水准和准则 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大学毕业的 工作了几年的这种小党棍 在那管控舆论 所以你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水平 来这个来平衡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 我们凭想象就知道 这些人的知识本身就是很有限的 那么就是这么一群人 他们在管控中国的舆论 那当然像这个财新这样的资深的 而且是有党内背景的这种 有体制内深厚背景的媒体 他们当然也不能忍受 我们怎么了 那么甚至于像你当我们还注意到 像胡锡进这样的啊 就是环球时报 他这样的这个媒体人 应该说是一直是见风使舵 而且是这个顶根这个主流的 这种媒体人 他居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那么就说明这套东西啊 这套管控的东西 现在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了 因为我前两次做节目 就谈到这个问题 就大家都受够了 不仅是这个说比较 就是说像财新这样的 有一些独立见解的媒体受不了 那么还有就是像胡锡进这样 跟风跟得很紧的这种媒体人 他可能也嗅出了体制内 某种新的这个变化的味道 比如新华社发了什么 重发了1957年的毛泽东 关于什么 有一天事情正在起变化 这么一篇东西 那么大家有的就解读成 是要反忧了 其实我觉得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 这个倒有可能是一个实在的情况 因为你注意 这次虽然开两会 每年我们大家就说 说这个两会不过就是春晚的 这个政治版 但是今天两会还是有点看点 一个呢 当然他现在说雷人提案都不许报了 但是让我们看有几个委员 他说的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 除了蒋红委员说的这个 还有一个朱征夫 他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央视认罪 这个事情不能算数 不能说在央视认了罪 就能就认定这个人就有罪 那么还有像这个崔永元 他提出来 他说这个政府报告 不能只谈成绩不谈问题 这些我觉得他还是 还是有一些的亮点 虽然说啊 我数了数大概有五六个委员或者代表 他们的讲话 当然在这几千个里头 也就是这么五六个 有一点亮点 但你还要注意 这一次记者们 尤其是这个官媒的记者们的提问 很有意思 一个我们注意就是像彭派新闻 他对这个政府预算 他就提出来 他说这个政府这个预算中 包括不包括党务部门的预算 这个问题提的是相当之尖锐 那么当然这个发言人也承认 有中主部什么中宣部什么这个这个 还有像中央党校这样的 其实都是列入政府预算的 这个算是把冰山的一个脚给露出来了 那就是说这底下还有多少糊涂站 我们还不知道 还有一位也很有意思 美国的侨报 居然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新闻还 新闻法到现在还没有时间表 能不能有个时间表 这个问题发言人不予回答 那个意思就是说 发言人的回答说 我们要留给这些外国的这个媒体来提问 那意思就是 侨报这样的海外党媒 是不属于这个外国媒体的 所以他不回答 但是呢你要注意 就是实验包括后来 我们等会可能还要谈到的 新华社记者的公开信 这些问题说明 现在窝里反已经开始了 是的 那到底会怎么样再说 对关于新华社记者这封公开信呢 等一会我们在第二个话题要讨论到 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来谈一谈 他们对中国目前新闻审查制度 以及新闻审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他们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好 你好 我先谈两方面问题 我想请教嘉宾 第一个问题是 习总书记习近平先生 谈到这媒体要姓党 但是我就不明白 这个有两个方面 如果党是媒体姓党 按照咱们共产党的话说没有错 但是姓什么样的党 是谁能代表党来管媒体 如果党内的左派中派或右派 他们管媒体 就是如果刘英山跟那个谁谁谁 某位就是这个他们观点不一样 那他管媒体 是否那方面的党内的这个势力 就没有办法发表这个意见 就像说这个财新网那样的被删掉了 那财新网不也姓党吗 都姓党的两只狗摇起来的 究竟谁对谁谁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可能今天跟这个话题 就是我向嘉宾请教这么两个词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挺可怕 就是说妄议 这个妄议这个词 就是妄议中央 当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妄议中央 但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 比如说不许妄议省委 不许妄议市委 老百姓不允许妄议民政局 妄议残联 或者妄议复联 这个妄议将来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 是不是一种威胁 第二个概念就是说 总是讲的就是 现在这个抓反腐啊 抓的人都说违背政治规矩 我就感觉政治规矩 这个规矩往往不是写在文字上的 规矩有点像黑社会的江湖 就是黑社会老大递着利的规矩 但如果几千万党员 不太有人懂得这个规矩 他说违背了规矩 那会受到惩罚 所以这个规矩由谁来定 规矩怎么个裁量权 就是你法律的好办 可以根据什么法庭的裁量 这规矩怎么办 另外我在问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我们听众能不能妄议美国之音 如果美国之音不让我们妄议怎么办 好 谢谢 请嘉宾回答问题 好 谢谢北京王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邹先生 你好 你好 今天两个话题 一个是大众的 大众这个 传统大众媒体 一个是新生的个人媒体 但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 都是受到中共依法审查 和合法封禁的 之所以在世界上广泛 受到认同的新闻媒体 报道的自由和个人言论的自由 在中国变得像这种 可以依法不自由 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法律 和规章等等 都是由中共单方面制定审议执行的 包括对新闻自由 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审查 然后中共利用单方面制定的 所谓法律 为了控制社会舆论 维护统治等等 这种目的 依照党的意志去处理 依法的审查 依法的审查 翻帖封号 这个无法可疑 即便是那种无法可疑的那种 也马上立马会 批量的去立法 就像去年似的 我觉得这样的中国 它不是依法治国 而是依党的意志去治国 中国的法 从中国的所有的法 从制定 审议 出台 到执行 都是由中共一个党去导演的 只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根本就没有 没有那个大众的参与 施法也是 施法 虽然像那个党控的法院 像那个香港白秘书一样 必须由那个 爱党爱国的人 才能担任里面的职位 甚至所有人 必须爱党爱国 所以这个 中共这种 一党治国的规则下 各种媒体的言论 甚至包括我们 我们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都得到 都得不到保护 所以我们只能 像那个在这个 美国之音 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的 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国内去说 好 谢谢山东 邹先生 何平先生 刚才北京王先生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现在中国的宣传这方面 到底是掌控在什么人的手里 我最近看到了有很多的报道 说习近平有可能对中宣部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你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方面的消息 是的 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 确实是 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 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很有怀疑的 为什么很有怀疑呢 就是因为 一方面中宣部却是历来 他就扮演了一个极组的角色 只有在菊浩泽时期 比较承受了某一种 非常短暂的清新的这个气候 很快就是 就是变成了中共极端势力的一个掌控的系统 那么即使谁掌控这个中宣部 都是这个样子 他只要不走向政治民主化 只要不走向这个理论自由这个轨道 走向正常的文明轨道 他都一定是采取最秘密的控制手段 因为只要让人们有了理论自由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文明化 那么跟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一套 就全部没有生存的基础 所以只要中国没有准备 或者是正在走向民主 我们对谁掌控这个中宣部 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 因为他这就是 共产党的一个 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利走点 这个笔杆子在枪杆子在一定强量上 对这个阻挡人们的文明的需求 变得还更加重要 因为毕竟用上街的手段 暴力的手段去政府挑战 这个 这种次数或者力度 或者是这种 这种程度比较低 人们通过一种思想的方式 对政府表示不满 那么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 所以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只要这个中共不准备走向民主化 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特权 我们对谁来掌控 他清起十次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政华委不是清起了周恩康吗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政治司法进步了吗 没有 反而特步 对不对 抓的这个律师 比这个胡锦涛时机 比江泽民十号还要赌 那他就把周恩康抓了 有什么用啊 所以现在老百姓 对你抓和清起水 没什么多大兴趣 前面有个听众 我讲了什么叫政治规矩 那你不就是个黑帮吗 对不对 你讲别人团团伙伙 原来你讲政治规矩 那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 对不对 实际上你是更大的团团伙伙 你只是你帮派的 势力更强大而已 对不对 这不是你是黑老大而已 这不是讲白了吗 什么叫妄议中央 毛泽东都不敢这么说 对不对 希特来都不敢这么说 什么叫不敢妄议中央 就是不敢批评你嘛 对不对 就不敢指责你的错误嘛 只是说不要告诉大家说 你没有穿衣服嘛 是这愚蠢的一句话 讲这什么政治规矩 讲这个妄议中央 就把你反腐霸所取得的一些人 本来对你的一些支持 全部打掉了 那你还反什么腐霸呀 对不对 我们讲了多少次 你把一帮贪官搞下去 一帮恶官上来 那人的民旅要贪官了 对不对 贪官至少大家还还原腐败一下 对不对 大家还勾舞身平一下 你一帮恶官上来 搞得大家就是民不聊生 搞得大家这个 你生活基本的路去都没有 对不对 你搞得大家 你这个时候都没有自由了 那你搞了个政治连接的一套 有什么意义呀 你搞了个政治规矩的那套 有什么意义呀 对不对 你犯了错误 你出了问题 人家批评你叫妄议中央 然后人家四群省那个省长 叫魏宏啊 就叫什么 对不对 他是什么政治上 对党不真诚 什么叫党不真诚呢 你公开看一看 你是个四群省长 对不对 你把他的权力拉压来 你把他的东西亮出来 你不敢亮出来 对不对 我讲老实话 现在跟了这一套 用黑帮来行进他 我觉得都是羞辱了黑帮 对不对 跟了比黑帮要无耻多了 因为他就是以人民的名义 他强调这东西 黑帮还不敢说我是警察局的 对不对 他明明那个媒体姓党 他结果他叫人民日报 那为什么不叫党日报呢 或者叫中共日报呢 你明确一点嘛 对不对 干确一点嘛 历路一点嘛 对不对 什么叫中央电视台 什么中央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叫党电视台啊 对不对 或者叫党中央电视台啊 你明确一点 干确一点 他就倒映了人民的名义 你知道吗 倒映了党的名义 其实人民被他们绑架了 党也被他们绑架了 党这样的名义出现 还是要叫大家不要忘记 对吧 什么话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搞下去啊 他们是四面楚国 前面去敌 为什么呢 因为党内都不能去议论中央了 党内都不议论 你这个党的领导了 那你每一个人怎么办啊 所以今天的两会 我是毫无兴趣 我又兴趣的是什么 每一个代表 每一个政协委员 都感觉到很压抑 每一个这个会议 是开到前所未有的糟糕 演戏大家都不演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不要讲了 什么政府报告 有没有缺点啊 指不指缺点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 这个经负哪些是党啊 我说这点哪些都不要玩 每一个都会有这样 和那样的亮点 这点亮点 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你根本问题不解决 一切其实都是绘画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 借听两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 我的自由亚洲微信群里边啊 群主当然是我了 山东老孔 我的微信群里 收到了两篇文章 铁刘先生的 刘云山 为什么要非法拘押我 廖祖生先生的 刘云山 会被处以急刑 201年秋天 我被劳教释放后 先上网 查了一下刘云山 薄熙来 周永康 肯定是刘云山的哥们 我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的是 习大帝究竟怕什么 你王岐山 究竟怕什么 中共离苏共的结局 已经不远了 所以 中共的官员 99%贪污 目的还是 中共即使灭亡了 也要像纳粹那样 带着钱逃亡 全世界逃亡 是吧 现在呢 能延续一天呢 就争取一天的时间 所以 刘云山 刘七宝 卢伟 还在顽强的抵抗 这抵抗的唯一方式 就是把习大帝 往毛邓江湖上推 往毛邓江湖上拉 把习近平 与毛邓江湖 弄到一起 要死一块死 要臭一块臭 好的 以此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好 谢谢 建议中纪委 要查清 刘云山 刘七宝 如为各有几吨人民币 或几百公斤人民币 老七山应该给老百姓一个答复 谢谢 再见 好的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请黑龙江的许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许先生 您好 您好 我觉得就是关于 我们就是中国目前的 这个新闻自由 和它的这些 各个主流媒体 包括党媒 它的幕后 这个主人是谁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确实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就是说扼杀信息传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 就是包括最近 就是刘亚山的那个煤矿事件 包括黑龙江省 那个陆浩省长 他在两会上放出了空口大话 我觉得呢 就是现在在 就是在网络上 已经就是说 刘亚山的这个游行啊 示威啊 已经在就是 在传播开来 那么说 如果说就是 这些主流的媒体 这些 它的幕后主人是谁呢 我觉得 尽管可能是张德江 或者是刘云山 他们这些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但是他们就是 对于这个主流媒体的控制 我觉得应该说是 愈加强化 我觉得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从小教育 就是说执政为民 立党为功 他这个中国共产党 是人民的党 那么还特意就是 在很多时候 很多的主流媒体 在人民面前 不断地强调 说我们党要姓党 而不是说姓人民 那么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愚蠢的 一个一个做法 一个好的政党呢 不光是应该 就是说有这个党内的监督 而且呢 还应该是说 有人民的监督 那么你说党没姓党 而媒体应该是 对就是中国的政治 应该起一个监督的作用 那么我想 如果党姓人民的话 会不会对党的监督 会更有效 会更民主 会更透明 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 应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黑龙江的许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彭先生 你好 彭先生你在吗 你好 主持人好 请讲 这个关于这个 不要理论啊 这个理论这个问题啊 网易中央啊 我们下面啊 很多感觉 彭先生 请把你的收音机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 关到最小 回音太大 听不清楚 你在讲什么 行行行 好的 这个是很反感的 这个说实话 这个就是 什么叫网易 你无非是老当员了 这个是很不好的嘛 你毛泽子说的嘛 我们有错误 就要让人民群众的批评 对不对 你不批评 打个看的时候 你脸上啊 你洗干净 胡平先生啊 那个网易很好啊 特别我听了过后啊 山东鹏先生 您现在这个线路 还是回音太大 以后请各位听众观众 打电话来以后 通过话筒 跟我们来交流 不要通过您的收音机 或者电视机来合 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音频 请张立凡先生来谈论一下 现在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呢 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 确实非常的混乱 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势力之间的 在进行较量 您个人是不是也有这种看法 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分析过这个网易山 那么我想呢 就是从他和这个 一个是关于推荐 大家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 还有呢 就是他跟胡山的对话 以及他这个关注 这个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 我认为呢 就是从党内来讲 体制内来讲 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思考的比较多 而且他也公认是读书比较多的一个人 所以呢 我想可能包括任志强的言论 包括财新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反弹 我觉得呢 可能代表了体制内一部分人的想法 就是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个 通过某一种这个维系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种手段 来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但另一部分人呢 就是比较的迷信强权 认为呢 有了这个集中了权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也有人就说 说这个可能上一次我记得就有听众提出这个问题 就说到底是不是高级黑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家耍了 其实我想可能也并不是这样 就是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搞个人崇拜这类东西 必定是尚有好者下逼审言 那是投其所好的事情 那么到底这个 如果没有这种爱好的话 不会搞得像这个前一套这么样子的风生水起 那么当然这个中间不排除有高级黑 但这种高级黑未必是高层人士 他很可能是一个具体发稿的编辑 他就给你玩点小动作 那这个让你很难看 当然也可能是一些中层的官员 他们可能现在 大家反正现在奶酪都被动了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那就可能小一点这个小动作 来就让你变得更难看 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的 但是从这个宣传部门的主管来讲 我认为他们从整体上 还是贯彻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意志的 这个当然现在一定要把它分出个你我来 或者说现在如大家经常讨论的那样 或者有一些个练功团体的媒体 一天到晚在那说 说这个会抓捕江泽民 这不是说笑话吗 就是当然江泽民可能整了你们 整得很苦 你们很恨他 这个也是这个在行李之中 但是你一定要推演出来一个理论 说这个最高领导 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会把江泽民搞掉 这个实际上是一厢情愿 那么关于这个宣传口的主管 恐怕也是这样 肯定可能他们给领导人 添了这么多的乱 那么可能会有对他们工作的不满 但是他们贯彻的 其实也是这个领导的意志 只不过他们很愚蠢 他们做得很差 或者说他们的手下也会搞小动作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分出个 你我来 我觉得是分不出来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 从整体上来讲 都是赵家人 所以我们在那看戏 我觉得要把握住一点 就是这是赵家人打赵家人 所以我们也只有看热闹的事 谢谢 好的 围绕中国新闻审查 这个话题的讨论 就尽到赵李 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官媒记者炮轰网管 践踏公民基本权利 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 全方位报道 在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时大家谈 中国国家通讯社的一名记者 上个星期通过个人微博 发表公开信 批评中国网络主管部门 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 粗暴践踏公民基本权利 侵犯公民言论自由 这是继财新网公开发表文章 对中国网络监管部门 删除其报道表示异议后 又有中国体制内媒体 对当局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 表达不满 新华社记者周芳 在这封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中纪委的举报信中表示 媒体主管部门 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的违法行为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 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极大的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 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周芳的这封信是否说明 中共党内围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已经陷入一场意识形态之战 这场征战是否会导致 中共宣传主导部门 乃至高层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那么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你认为这封公开信 是代表周芳一个人的个人意见 或者是有可能代表中国媒体内 乃至中共党内一些人的一些看法 周芳这封信他有没有多大的代表性 或者是有没有给他受益 这个背景我们并不清楚 有人说这是蔡明照围绕自保 在后面去省引周芳 然后增图媒体的制高点 因为习近平现在看不惯 宣言部门搞阻的这一套 开始要搞有诱的了 所以胡锡进挑出来 也要广开银路 这个周芳跳出来 要举张批评这个网信办 反映中心部内部的一些争斗 我觉得这种传言也许是事实 也许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即是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周芳所讲出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网民 或者是大家普通老微信 或者是媒体人所感受到的问题 当然是的 这是没有任务疑问 所以周芳的这个信 他没有经过一定程序的代表 他也不是什么人民代表 他也不是什么记者代表 确实大家感觉到他非常有代表性 现在这个网信办 就是网络信息办公室 就成为了一个野蛮与文明的一个屏障线 他就把这个自己和世界文明完全隔接开来 完全隔接开来 他不但隔接开来 而且在这个内部系统制造混乱 价值的混乱 这个思想的混乱 然后信息的这种混乱 然后打这个黑枪 对这个艺人是对不同的声音来打黑枪 你比如说周芳这个信发出来以后 在明经网发出来以后 明经网下面就是跟很多贴 那这贴就都是侮辱这个周芳 说周芳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什么什么人 这段的文章它不是孤立的 是很普遍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事情多半就是网信办这些人干的 他们干的 因为他们有计划 在侮辱所有的主张民族和自由的人 都是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批判 讲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 大部分是造谣的东西 他们完全是有计划 有真的的 他接着不是一个简单的 什么自干五能够干得出来的 这么大规模的 所以现在周芳这个信 炮风这个网信办 那确实是大得网民之心 大得网民之心 这个其实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他们中天不希腾的一个权力的斗争问题 这确实涉及到中国还是要继续野蛮下去 继续封闭下去 还是要跟人类全球化站在一起 人类文明站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 如果中国继续这么峰飞下去 很有可能民族主义就继续膨胀 民策主义就会继续膨胀 很有可能就会排斥一些极短力量 极短力量最可能爆发就是中国主义 最可能爆发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最喜欢爆发的就是对这种力量 就会对周比国家 对人类文明都搞成一种挑战 那更不一定说中国自己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政治的平衡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 是涉及到人类命运的一个最基本问题 而网信办它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权力部门 就像公安部门一样的 扮演的是一个最丑陋的一个角色 他们进行的不是公共安全 他们恰恰破坏的是公共安全 恰恰伤害的是人们的基本的资金权 其实甚至还不是资金权 是切当了中国和世界文明的一种基本上的营活 这个是完全违背中国的价值 违背人类的价值 违背中国的利益 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周芳的这封信 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 批评了中国的网管部门 刚才我们在第一话题当中已经谈到 中国的网管部门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而这个办公室 他的负责人是卢伟 此人曾经跟随习近平好几次参加互联网会议 甚至到美国来访问 另外这个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隶属于中宣部 您对于中国这个周冰他这个信批评中国的网管部门 您有什么看法 就是一个就是我看了一下 纽约时报曾经向周芳核实 就是他也确认自己是新华社的员工 而且确认这个信是他写的 他之前他是编辑 现在是担任行政职务 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人和这封信应该是确有提示 那么至于说表达的这些个观点 现在我觉得究竟这个卢伟 当然这个从理论上讲 这个网信办可能是受中宣部的 或者是这个宣传口的这个领导吧 但是实际上卢伟他也应该说 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渠道 也就是说那他很可能是直接经营于这个更高层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小组之国里头 也有一个网络安全的领导小组 那么我想这个小组跟这个网信办 也应该有工作上的关系 所以再加上您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他这个好几次这个什么互联网的 这个国际性的会议 他都为这个领导人去 去这个坡路去做这个铺垫的工作 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 网信办成为重视之地 实际上可能从体制内表达的 不仅仅是对网信办本身的不满 而是对整个这种舆论监控体系的不满 那这种监控的思想究竟来自于谁 我想肯定不是来自于鲁尾 这么一个级别不太高的官员 而是直接来自于最高的最高级别的这个领导人 所以实际上应该说 任志强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也就是说这个任志强事件 之所以被叫停 实际上是领导人个人的一个重大的挫败 那么这个挫败对他今后的政治命运 政治前途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到 就是体制内可能 因为我以前讲过 所有人的奶酪都被冲了 大家都不满意 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你在这个打老虎的过程中 你是四面出击 那最后连太子党的奶酪你都冲了 那这个大家就会想 因为我想可能这个 有一个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 可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 继毛泽东之后那样的 这个拥有那样权力的领导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区 就是因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 打下来的天下 而后面的这些领导人 那就是靠善让制 就是大家拥戴你当这个皇上 你才能当皇上 就是各个家族 希望你代表他们的利益 你才能上去 所以这个授权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靠打 打天下上来的 所以你也不要想拥有那种 开国皇帝那样的权威 这个我觉得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第二个误区就是普京的误区 就老说 说什么这个 我和你的性格很相似 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领导人 想做出一些改变世界秩序的事情 比如在南海问题上 比如在各种国际问题上 都想要读书一致 这个其实普京现在 已经在走向失败了 如果还想做一个 像普京那样的领导人 那可能就会重蹈普京的覆辙 所以有这两个误区 我觉得还发生了一系列的 这种造神运动 这种什么打压公民权利 这个禁止言论自由 还遭到了今天这样的反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改选征章 做出妥协 要不然可能大家就不跟你玩了 说什么呢 跟你这么玩下去 这条船非常不可 谢谢 好的 何敏先生我们看到 周芳的这篇信当中 他批评中国的网管部门 常常在没有经过 正常的司法程序的情况下 动辄关闭个人博客和微博 他还谈到几年来 改革开放的这种言论 受到压制 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 乃至文革式言论 却畅行无阻 你认为他的批评 对于现在中国 目前的理论界和宣传界 乃至新闻界的现状 是有道理的吗 当然是有道理 但是呢 这个周芳之所以被有些人怀疑 是中心部内部的一个权力斗争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是一个 整体的信息系统的问题 不是一个孤立的 网信办的一个问题 当然网信办是表现得 在丑陋 在可耻 然后呢 在这个 好像这个胆大妄为 因为网信办跟别的部门 还不一样 对吧 他就像武警一样的 他受两套 这个一套班子 这个好像两个领导 武警就是上面 好像是国务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军委 这个网信办也是一样的 一方面呢 他在业务上 这个受中心部的这个领导 受入新闻考的领导 是中心部的下面的一个部委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直受这个皇上领导 这个习近平这个领导 所以他在这个 这个两个中间呢 他要摇板 他要调整 他要平衡 但是整体来讲 他的权力超越了 一般的这个训练部门 他可以下命令去抓人 对吧 他可以随意去删帖 那新华社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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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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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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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其他的中文广播电台 他们就不太一样 人民日报 因为他们是通过一种内部系统 来来处理这个新闻稿 那都是没得说的 对不对 那是他们秘密的一种行动 那网线办所面对的是 一个公开的行动 对吧 你的大V 你的这个博客 你的微信的删帖的标准 就是网线办这么一个 海巷的作业 海巷的作业 他们任意的 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议约 甚至按照他们的利益 去删帖 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满了 不想要哪个大V 这个那么出名 那么有影响了 另外一个利益地方 是游说他 他可能就给他删掉 或者是伤及到某一个领导 或者伤及到某一个 他们的关系户 他们就删掉 三天三危 实际上不仅是他们的 一种政治行为 也是他们的利益行为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网线办就比呢 新华社 比人民日报 比中央令日台 筹换阵路得更多一点 中央令日台只有一个 全街网费 大家都看一看 那都请我骂中央令日台 这是个垃圾网费 对吧 但是网线办所涉及的 密集更广观一些 因为大家现在 可以不看中央令日台 不看人民日报 对吧 但你必须要听一听 这个上网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首先打这个网线办 是打到点子上去了 因为呢 这个是符合大家的 这个利益和心声 你平时 和乱一三天 根本就没有标准 包括这个微信 我现在就很少上了这个微信 他随便删什么东西 跟你没有商量 没有标准 什么叫法律标准 他也没有 什么叫政治标准 他也没有 他这个东西是 模糊都含糊到很大的 什么叫妄议中央 就前面我们讲了 那等于你批评一下 那全部都是妄议中央 对不对 那你所有的都应该删掉 所以从这段意义来讲 你讨论什么理论自由 讨论什么新闻法 讨论什么养会有意义 要发出不同的声音 讨论这个媒体 要不要信这个人民 有什么意义吗 什么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真过世纪 其实网线办是跳得在前面 强打吹到鸟 他现在跳得太行 蹦得太高 对吧 居于胆敢在这个浙江 有一个叫乌龙镇 还是叫乌镇 开一个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 这么一个跟世界的互联网 对抗的组织 一个法西斯的这么一个部门 居于还可以说 跟世界互联网大会 那何等的妖章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段情况之下 成为真实之地 是活该 是当天才洋洋好 他可能会 挪威可能会在教区 这些都是你们中心 不都是左 为什么把我搞过来 就是因为你跳得太高了 对不对 你这个网络办跳得太新了 然后你的力太大了 你呆着的人就太多了 所以未来这个变革中间 跳得最高的人 我就提醒他们 是最要小心的 皇帝只要一变脸 首先受到伤害的新生命 就是你们 不管你今天是 什么样的一个主任 明天一个部长 你后天成为政治局委员 甚至政治局常委 对吧 你可能都会成为 这个政治的变革中间的 一个习近平 随时你都会被击声 所以我警告了这些官员 你不要以为 你跟这个习近平站在一起 站在一头你就安全了 对不对 那跟他站在旁边 以前安静人多了去了 对不对 一个一个都收拾了 未来你们跳得再凶的这批人 你们就是首当其中的 牺牲品 好的 网信派现在就是提供 一个可能的 面临的一个牺牲品 好的 我们节目还有大约 两分钟的时间 就要结束讨论了 张立凡先生 我们在上个星期 讨论任志强事件的时候 您谈到 你认为这个事件 有可能不了了之 但一个星期以来 我们又看到了 有更多的发展 包括财新传媒 他们质疑 不仅仅是质疑 而且揭露了 中国目前的新闻审查制度 还有这个新华社的记者 或者新华社的工作人员 媒体人周芳 来批评中国的新闻主管部门 特别是网管部门 压制公民言论自由 你认为这些事件会导致更多的变故发生呢 还是就像任志强事件一样不了了之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预防这个事态扩大 当然这个两会期间 本来就是一个 应该是开放 一定程度上开放言论的时代 但是也是一个 现在我们看 就是一个高度管控的这么一个状况 甚至我本人这个两会以前也已经受到多次的警告 就是不可以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要看两会结束之后 这个这场博弈是不是还会继续 我觉得呢 这个因为体制内啊 尤其是媒体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忽然有了一些底气 可能就想要这个 我刚才所说的窝里板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宣传口所处的形势不太有利 一个呢是他们得罪的人太多 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他们不敢冒犯最高领导人 所以他们就拿网新办的 就屁股就 板子就打在网新办的屁股上 但是呢实际上 这个他们真正表达的是一种 他们对现行整个体制这三年来 这种高压体制的一种不满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不仅是体制外 或者知识界的问题 现在是体制内外 对于现在的这种现状 所积蓄已久的一种情绪 现在很有可能爆发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联合国抨击中国人权 以及中国律师的职业权在哪里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